我是有叫他瘋嗎? 你是有跟他講嗎? 你叫他瘋嗎? 他說好嗎? 他說好 他裝得有緊一點嗎? 他滿意度很高 他不是說他太緊 他不是說他太緊 他是說有些人 用你瘋太緊 那就是擦不進去會跳 我已經說你們在請醫生在幫你跳 不要聊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平溫少女的頻道 我是愛達 我是Nara 我是Glien 我們是IMG 你知道這種團體就是 不管是什麼時候Q 我們是IMG 都可以接到 三個嗎? 有共通點 我們三個都是自然產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 自然產真的好恐怖嗎? 你覺得很恐怖嗎? 其實我已經忘記了 你都忘記要不更久 我覺得自然產的那個痛很快就會忘記 真的嗎? 這是因為生的不夠多個 你只生一個 你可以再生一個 你再多生幾個 你再講這種話 前面那個鏡頭 前面生好幾個媽媽 你會生氣的 但是我那時候是因為我自己有卸主轉 所以我會擔心那個傷口 而且我因為我看我妹的那個 我不知道是那個醫生的妹 我看到她的傷口 你這樣不是說很小嗎? 可是我看到她的傷口 多大嗎? 有十公分嗎? 是沒有那麼大 大概小一點 可是她那個顏色很明顯 很深 對 我會覺得 你妹也有先 我在看看她應該也有卸主轉的體質 所以我看了她那個之後 你自己知道我有卸主轉 所以我一直就是傾向是一定要自然產 所以我們三個用了 親身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自然產的狀況 有幾個問題 我相信如果想要選擇 自然產的媽媽們 或者是你基金到靈魂的媽媽們 我們可以給你一些 自然產的相關意見 來自然產法 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自然產的媽媽們在這裡 自然產的俱樂部 好來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要打無痛分明 要 我還沒有321 好啦 你覺得要 你覺得要對不對 我個人是覺得不一定 因為你沒有打 對 因為我沒有打無痛分明 所以我覺得你很了不起 我就是土髮練剛直接 拉伸出來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比較不怕痛的 對 所以她不準 對 問我真的不準 問我真的不準 但就是我一直聽很多人的意見 他們說有 我不打 都已經這麼痛苦生孩子了對不對 那幹嘛要拼在那邊 拼不打 就是你非常贊成打 我個人不打呢 是因為我來不及打 你兩胎都來不及嗎? 第一胎是來不及 因為你其實沒睡嘛 那時候開始試指的時候 我就跟護士講說 欸 我想打無痛 試指要生了 沒有 因為試指前 我都覺得那個痛 我沒有到痛到受不了 那試指之後我也不是痛到受不了 我只是想睡覺 我是很想睡覺 可是她一直來痛一下痛一下 你就睡不著嗎? 然後我就跟護士說我想打無痛 然後或是說好 我先幫你內診 然後她就手機中了內診 都要內診通不舒服 很多人都會內診 對 很不舒服 後來幫你癢水痛過 幫你癢水痛過 她是故意幫你癢貨嗎? 我不知道她是故意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而且她在幫我內診還跟我聊天 她說 欸 媽媽我看你現在有病很痛嗎? 打無痛我覺得很浪費 那她就讀一下就破了 她讀一下然後藥水就破了 你是公立生的還是實力生的? 公立啊 藥水一破了之後 我就變大法師了 每一次都超痛 然後她在旁邊一直跟我 還在跟我講說 欸 媽媽你現在不用打 你在考慮一下我痛 她可能因為你那時候 她真的是快出來 為什麼會叫你不要打? 她的意思是她覺得 我可能很快就 因為她說八指就要停藥 因為你們要陣痛的時候 然後我才知道什麼時候用力 不然你那時候沒有感覺 你不能用力 你都沒罵 所以她說你現在開四指多了 快五指了 你八指就停掉了 你搞不好你中間很快 你現在打不就浪費 然後我就說好 好就這樣就想不要跟我講話 我那時候就沒有辦法思考 我都覺得我現在罵超痛的 這部謝小姐講的也是有道理啊 是啦 可是當下你就沒有想抓她頭髮 但像我我覺得 重點是她的陽水是她弄破的欸 欸 我兩邊 她有說你幹嘛把陽水弄破 她就會跟你說 反正你遲早都要破了 早破不如現在破 而且我實際上我是太早打無痛了 所以就像你講的 我無痛打了我就沒辦法用力了 但你纏繩會拖比較久 我的纏繩就拖了更久了 然後就是拖了更久之後 還又再打黑症 所以就看你自己選擇啦 你想要一次就是痛完 還是你是要舒舒服服慢慢打 如果你是很怕痛 我打了無痛還是痛 是無痛你有用嗎 就還是痛啊 就有用 可是它只是稍微緩 但還是很緩 打無痛我真的覺得都沒有什麼 你打無痛非常有用 我覺得很有用啊 但是就是變得沒有那麼痛 我就覺得一直講用力用力 因為你沒有辦法用力 沒辦法用力 所以他才用來打垂身 所以你是先打無痛再打垂身 我是一進醫院 醫生也沒有經過同意直接給我垂身 哇喔 他根本沒有問過欸 所以我下次我要學你 如果我第二胎的話 我會跟醫生講說 醫生你就先幫我打垂身 可以這樣子嗎 我覺得可以 因為他這樣子你就先 反正你都要分開 不過那個時候護士不是建議 我覺得他打得不痛嗎 好在我也沒打 因為他幫我洋水弄破 到我進產方式 反正就浪費那個錢 第二胎完全是我覺得 反正我第一胎就沒打 我第二胎應該比較快吧 所以就覺得那不打 反正我第一胎都這樣過來了 這也沒差了 兩胎都沒有打 太厲害了 所以看各位媽媽們 你是想要讓自己舒服一點呢 還是你快速的解決它 反正那我們進入第二個問題 我們在自然產的過程中 什麼時候最痛 你講講什麼時候最痛 我覺得很痛 從頭到尾都很痛 從頭到尾都很痛 那是比較怕痛的人 應該是破水那時候是最痛的 破水那一瞬間還是破水後 破水後 破水後 那你呢就是什麼 就是破水後的陣痛 那你破水是自己破的嗎 那你自己破的嗎 在家 在醫院 我兩胎都是別人的破 第一胎是手 第一胎是手指破水 第二胎我是開五指之後 然後我在鏟台上腳開一開 醫生幫我破水 這很有趣喔 所以我覺得我第二胎的陣痛 就沒有第一胎痛 破水不是自己破水的話 在鏟台上破水我覺得最好 因為你就不會那麼痛 因為你就準備要生了 因為你要進去鏟台 已經是你準備要生 然後他才會把自己破 就是開得夠開了 那時候已經很開了 所以我覺得醫生視角很難想像 就是一個膜 然後有一個膜裡面 氣球裡面有一個孩子 然後你知道醫生超好笑 那醫生有跟你講說他怎麼翻 他怎麼會跟我講 他只有跟旁邊的用具說 來我先破洋 其實在第二胎的產生過程中 我自己是忘記 洋水沒有破 所以我在鏟台上我才聽醫生這樣講 我在想說他要破洋水了 然後我想說他要怎麼弄 我就在看他 我就看到醫生就是那種 拿那個手機刀這樣 然後跑欸 又會噴 又會噴你知道嗎 有這種髮髒嗎 他就這種 就是很像水球 會噴你知道嗎 戳他然後水球就會啪 然後水又噴出來 那你有感覺洩紅的感覺嗎 我有感覺是有那種 就是往外破掉 對 往外噴 因為在那個產台上已經快生了 那個小孩的作用 是一直往下面噴的 你知道那個壓力會不大嗎 所以他一戳破 那種是 是那種噴水池欸 是噴水池欸 所以那個醫生 你知道那醫生是那種 戳完以後 然後趕快手刀逃開 旁邊的護士也是那種 躲開的那種欸 哇這很酷的欸 因為我都是在醫院 所以我沒有感受到症破水的感覺 因為我那時候都一直在症痛 所以他破水 不過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沒有覺得溫溫的嗎 沒有沒有 就是感覺就是整個都是水這樣 我覺得那時候你在症痛 相信那個氣氛 我沒有在管那麼多 是你自己有沒有管那麼多 我可能是要玩那個啊 然後醫生他在幫我打針 然後幹嘛幹嘛 做什麼檢查 因為你症痛一個痛 所以他打那個症我完全不痛 就像很多人問說 欸檢惠陰會痛嗎 那個已經沒感覺了 對 檢惠陰你不會在care那個痛 因為你其他東西更痛 蓋超遠 蓋過那個檢惠陰 你盡量檢吧 你隨便檢我都沒感覺 欸 趕快出來 對趕快結束這一切 其他隨便你 我無所謂了啊 那你生完的時候 那時候有全身無力嗎 因為我發現我那時候打電 我一直發抖的感覺 你說發冷嗎 發冷發抖我 我還好我還好 我只是覺得感中王 終於結束了 我還沒生前 就是不能吃東西的 對 我好像也沒什麼 不能進食 我副才不能進食吧 這很慘可以 我那時候好像也沒什麼吃欸 這很慘可以啦 那時候好像也沒什麼吃欸 所以你老公也太胖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有可能 我怎麼有點有點久 但是我記得我印象是不能吃東西 我覺得他肯著不讓你吃東西 有個原因是他不想讓你消化 所以你會排便他嗎 排便 因為他要灌腸 對對對 對對對 你有灌腸嗎 我好像沒有欸 對他有個重要問題是要灌腸 一定要灌啊 欸有人沒有灌欸 欸有人沒有灌欸 真的 真的 欸我好像已經忘記了 有一定要晚腸啦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我太久了 因為你會變身變用力 然後你這小孩跟大便會同時出來 蛤 欸你身材的時候就像大便一樣 這個太寫實了 這個太寫實了 而且他不是要先hold住嗎 對他還不讓你用力 一開始就讓你用力 他說要有那種hold住的感覺 而且他那時候也想說 該用肚子用力 因為我可能很習慣跳舞 因為我可能很吸氣 他說你像大便一樣 我就是 我終於是 我嘴巴是這樣子 但是我可能下面做出來那個 不太一樣 聲音有出來 可是我下面好像是緊張的 所以是縮起來 所以我懂 欸我完全理解你這個 你講的 這有遇到有幾個是說 你真的沒有冠 那你有冠嗎 我有冠 我兩拍都有冠 而且我第一拍又第一次 不知道啊 所以我一到醫院 我就跟他說欸我想大便 說你不能大便 你不能大便 我說我大便很順 而且也不會很定 我就是欣欣 我欣欣就流出來了 我說你不要擔心我大便 然後他就說不行不行 他超緊張 然後我就說那我就想大便怎麼辦 他說你先忍住我 怕你一大便想還就出來 他說那不容易啊 他就是堅持不讓我大便 我有覺得ok fine 我就忍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幫我灌頭嗎 我破羊水在大法師的時候我灌頭 這太多大了 這附近是對的嗎 我不知道啊 很早就跟他說那你可以幫我先灌場嗎 我想先拉一拉 我想要先拉 他不幫我灌欸 一直到我大法師的時候他才幫我灌 你知道他在床上已經大法師痛要死 然後死尿失禁了感覺 你知道我多痛苦嗎 那重點是 有啊你灌什麼一定會出來啊 然後你在床上已經 痛都不行 然後下面還失禁 感覺真的很差欸 所以我第二拍一去 我就堅決的跟夫妻說 把我灌場 現在灌場 我直接叫他來爆灌場 所以 所以我第二拍是直接很早就灌場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然你知道到那個洋水破最痛的那個時候 灌場真的是開來 進入我們下一個問題 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在生產的時候 你的方式是跟大便一樣 就是大便用力吧 是大便用力吧 可是這樣講有點籠統 因為一開始人家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會覺得喔大便那個比較很明顯啊 不然你真的是用力之後 就覺得也不完全失禁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那個姿勢 然後你甚至是工作人 你會有點力氣放在肚子上 所以他們就會叫你放鬆 放鬆放鬆 那那個說什麼 那那個說什麼 你叫放鬆 不要叫我放鬆啊 真的不可能 而且那個時候我因為D胎太用力 我是用力到我臉都變紫色 總是血管都爆掉 可是我實在我的眼睛也是爆掉 眼睛也爆掉 就是血管 血絲 所以我們都一致覺得 就是跟大便是一樣的 可是你千萬不要沒事自己在家裡用力 很難練習啊 真的在家裡 而且他會壓你肚子 而且壓你很痛 你有壓嗎 你有壓嗎 很痛 蛤 他一直壓我啊 他一直壓 他有一個附序這樣給你壓 然後 所以我才跟你說 這個也有要講 這很重要 你家裡也是老的吧 沒有 一開始是年輕的 在慘房間呆害久 所以他們就又來了一個老的護士 然後老的護士 然後老的護士壓人 真的要寬出來 這時候他才會再請醫生問 我覺得那個推真的很痛 你知道我推就怎樣 其實真的是用作編了 而且我覺得我醫生是很堅強 我真的用力的老辦推 臉都變紫色了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 我說欸醫生有慶長嗎 醫生說 有啊有啊像你看到頭了 我說是喔那大概還要再多久你預估 他就說我覺得你現在不錯啊 現在大概是 看到大概是一塊錢多少 一塊錢 一塊錢 我說一塊 我說你說台幣嗎 他說對啊就這樣啊 我說那要多大台幣嗎 他說大概五十塊吧 我說一塊到五十塊也差很多欸 我當時就覺得天啊我用力那麼久 然後你竟然跟我說 有進展然後是一塊錢 所以我當時覺得 但是 你覺得 什麼時候可以生啊 對啊就覺得什麼時候可以生 然後我後來醫生跟我說 一直不斷又講的那句話說 啊你們在跳舞啊 運動啊動好生啊 等一下要出來更擔心啊 動好生啊 然後他說啊你等一下要痛的時候 要用力的時候跟我講 我就說好 然後過不久我就震不來 我說一聲一聲痛我痛 他說好 他說啊你放輕鬆你放輕鬆 他就散布喔 畢竟也沒有跟我講 散布找我旁邊啊 他說好 來一二三用力 他給我突然欸 他根本沒有跟我講說他幫我推啊 他是直接突然 然後你知道他壓那一下 我就急我下去爆掉 你知道下面那個 應該有先幫你剪嗎 沒有剪 他是直接幫你剪嗎 他壓完才剪 他應該要先剪吧 我怎麼記得是先壓完 因為如果說你出來的話 會把你那邊會弄小 像每個醫生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樣 我覺得每個醫生都是平衡 因為這個順序我也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記得就是 我為什麼會記這麼清楚呢 是因為他幫我壓了那一下 我真的是痛到我在昏訣了 痛到我真的覺得 天啊我真的剛剛發生什麼事 他在一壓之後頭就整出來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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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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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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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壓然後我就有感覺像 我下面是暴力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看到大家鳥獸散 大家是在準備給西 準備整回音 你們現在想到都覺得還是超痛 醫生其實壓雖然很痛 但是我會覺得又進展 對至少有 但是那天還真的很痛 他壓那張很痛 就是終於快出來了 對啊 其實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快點再壓 快壓 用不到已經是這樣 對真的真的 我剛剛他壓了那一下 我心裡想說你為什麼不找壓 還讓我弄你的那麼久 然後變一塊 什麼意思的 就為什麼不一開始 就先請那個護士來 然後小朋友快出來 就請醫生了 因為醫生才是最厲害的 醫生不知道怎麼壓的 一壓就可以出來 厲害的醫生真的是一壓就知道位置 對啊 生完之後你就輕生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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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很爽 真的 醫生完真的是 真的有光照在你身上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覺得不好聽到你身上 真的是這種 真的 我終於出來了 然後你這時候看到旁邊的那邊 那邊火部的媽媽 你就說 醫生痛完嗎 你現在很痛嗎 現在內心會不會有很開心的感覺 接下來這個呢 很多自然產的媽媽很擔心的問題 就是你自然產完你的陰道會鬆嗎 3 2 1 我們三個不承認 絕對不是怕別人說我們一定要鬆好 我也是聽你講啊 就還是跟聽誰講說 你就叫醫生說 縫緊一點就好啦 對 我跟你縫太緊 你生完孩子你想要跟你老公 幹嘛的時候 我跟你講會痛 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我覺得我也沒有刻意叫醫生要縫緊一點 我只跟醫生說縫漂亮一點 可是我就覺得一開始真的是蠻痛的 我是有叫他縫緊一點 你是有跟他講嗎 我叫他縫緊一點 我叫他縫緊一點 真的有緊一點嗎 有緊一點 所以滿意度很高 沒有 那個是太刮鬧那是太緊的 那個真的不行 你說誰誰太緊 就是縫緊太緊 他不是縫得太緊 他不是縫得太緊 他是說有些人 縫太緊了 你說你縫太緊那就是擦不進就會跳嗎 所以我那個時候你不在騎的時候 在幫你跳 你要調嗎 慢慢變鬆的啦 我就鬆了啦 家緊是未雨綢繆好嗎 我覺得自然產鬆緊是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知道我媽好像她有去做陰道美容 其實在也沒有 耶 那你妹妹在也是陰道美容 是多時髦的事情 對啊 所以自然產產故事先不要擔心 你硬道會不會鬆的這件事情 你要這樣叫醫生幫你縫緊 你要多緊有多緊好嗎 你要記住 可是我覺得你第一次 你唸一個第一次 你會很痛很痛 對你要扮演一下你老公的size好嗎 哈哈哈哈 再去考慮醫生要縫多緊這件事情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你自然產完會尿失禁嗎 3 2 1 欸我們三個頭圈耶 好慘喔我們三個尿失禁被發現了 那不是以前的 什麼 當我的藝人 明天會不會就說 ING當媽后尿失禁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媽媽很偉大的地方 就是不管怎麼樣 生完我覺得多少都會有一點尿失禁的問題 所以還有一個瑜伽課程 就是讓你 一個說 這是什麼改革爾運動 對改革爾運動 好像他們有專門就是為媽媽 就是生完小孩不做的那種瑜伽課程 對啊 我是剛生完的時候 就開始接活動 接活動就是要帶動 對 我只要一興奮或一嗨的時候 那奇怪為什麼 幾滴幾滴 蛤 我會我也會耶 你只要是跳進來 然後就開始 對 我有一次是因為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還不知道用護臉 我記得我那時候下來的時候 我以為我是流汗的內褲 但其實 是尿失 尿失禁 而且我平常講 可是你外褲有失嗎 我外褲沒失 但是呢我的內褲真的都失了 所以我那天沒穿內褲 所以你那天沒穿內褲 所以我是上班那個下班長 所以我下班長就是沒穿內褲 哇大動作耶 那你是穿白色的 白色的 你全部黑黑的嗎 你還今天全部剃掉了嗎 不是你知道白色的褲子會有點透 如果我沒有趕快去脫掉的話 我的那個褲子真的是會 會穿內褲 可是其實這個應該是可以看醫生的啊 我是覺得時間久了 問題就沒有那麼多 沒有一開始生完好像會嚴重一點 真的蠻嚴重的 那時候就不太好 後來會好回來一些些 可是多少還是會有一點 程度上面的差距 所以在罵小孩的時候是那時候 罵小孩為什麼會流汁 就是會吧 沒有人家還那麼啼動啊 像是跳嶼文章 奇怪怎麼還有 你說什麼跳嶼 你好清楚現在還跳嶼 對啊 奇怪怎麼 所以它那個多多少少 它濕濕呢 就是你就是給它留下來 就可能一兩滴一兩滴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尿失禁 是媽媽們很嚴重的問題 還沒有生產的媽媽們也都擔心了 反正你都懷孕了嗎 這也是無法逃避的事實 那就尿失禁了 這還是有地學可以治療的啦 可以去砍 對對對 所以我們比較懶所以就沒有去 要醫還是可以了喔 我們今天的自然產生分享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啦 掰掰